除了这跟检察官提告事物官监听手段有关 还表示最近判决才出炉 一文就曝光 时间点非常的巧 根据法院的判决 当初承办豆哥防害风化案的检察官林仲斌 发号被案外案主角前检察官吴玉辉提告判刑 17号陈宗彦就遭到提报救案 确实会引发联想